中药的生活资讯要告诉您 癌症病友几乎都知道有一款中药叫做天仙液 而这台大医院破天化以人体实验 证明天仙液的配方经过改良之后 可以增强癌症患者的免疫力 而且有患者因此肿瘤还缩小 但是卫生署也表示 这天仙液其实是食品不得宣称 疗教如果违法要罚100万元 中药才党生 女真子 黄奇 东虫下草跟白竹 就是传说中可以抑制肿瘤的千仙液成分 而现在市面上也有这种 号称可以让肿瘤缩小的天仙液产品 中草药它本来是一个大副方 所以成分里面我这边不便做一个完整的叙述 因为它这里面有二三四种 到底天仙液对癌症有没有抑制作用 传宗台大医院改良业者的天仙液配方 叫做天仙液P 并对乳癌第四期患者进行人体实验 实验结果发现体内免疫细胞增加了 代表免疫力增强 有体力抗癌 其中有一名患者肿瘤明显缩小 另一人癌细胞没有再增生 但是否证明天仙液P有抑制癌细胞作用 台大研究团队还是持保留态度 周医师也说 曾经遇到有病患使用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天仙液已经很久了 只是说病人就用起来就是见仁见智 台大研究团队私下也解释 天仙液P可当晚期乳癌患者辅助疗法 但是天仙液P配方 跟市面上卖的天仙液配方毕竟不同 不能证明其他天仙液产品有一样效果 民众不该抢购 更何况市面上所贩卖的天仙液 只有食品许可 没有药证 卫生署提醒 没有药证宣称疗效不合法 民众不要轻易相信 天仙液的美名 经为身处何可发药证 才安全 记者杨一家专政节 才会报道